鲁鲁与阿达稳定交往五年多 是许多粉丝相当看好的情侣模范 但怎么也想不到27日凌晨两点多 她无预警在脸书感叹这条路真的好难 金船分手下歪粉丝 鲁鲁提到这段时间里她经历了各种波澜 面对许多生命的告别是一种强迫式的成长 而面对感情的告别也是一种 虽然通往大人的这条路真的好难 但我相信彼此经过思考和沟通之后的离开 都会使我们长成更好的样子 以后说不定还能以更好的样子再次相遇 此外溢出涌入大批网友讨论 而记者传讯经纪人则未读未回 单据两人共同好友透露 鲁鲁和阿达早在上个月就因聚少离多而分手 两人过去因一起主持日久生亲 2017年被爆出十字锦扣 同游迪士尼成了交往铁证 感情稳定的两人多次同胎 如今面临分手命运 是要大家怎么相信爱情啦 非凡游乐将来报道